一个婴儿被遗落在酒店大堂嚎啕大哭 可是没人知道这个婴儿是刚刚被死神一枪送回人间 附身的秀贤说也说不出来话只能哭 这时婴儿的母亲出来 人前的她对孩子爱护至极 可是下一刻一上车 母亲的态度顿时大变 看这样子没有精神病也有神经病 秀贤不由为自己的未来充满担忧 下一刻女人到家 竟直将秀贤丢在沙发上 这时轮到爸爸来了 看着她的笑容 秀贤顿时觉得有些许安全感 看来爸爸是个好人 可是下一刻 你这个店一天不准被继续红了 你这个是没有哪一天 什么这些人 哎 还在这时可吃 哎 好吃 哎 好吃 哎 好吃 不吃 不吃 我不吃 真的充满了 变看到还不准备了 织终了 以后来拿起来 家里来给你们帮忙 这些人 啊 热惹了 其他人 他忧了 秀贤顿时绝望 却不料此刻房门声响起 竟然是警员又来了 母亲连忙面火 父亲也连忙擦着秀贤嘴巴上的东西 两人直到收拾妥当才敢去开门 原来是有人报案说他们虐待孩子 所以带着儿童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查看 母亲却故作惊讶说不可能 警员却不由分说地直接进去检查 父亲和母亲不由担心地对视一眼 随即追上来说不可能 秀贤却暗自说 接着父亲竟然直接掏出自己的工作证 上面赫然写着他在福利院工作 他义正言辞地说自己绝对不可能干这事 而警员一扫桌上一家人的甜蜜合照 顿时感觉这个可能不大 于是也说声道歉决定离开 可是秀贤绷不住了 可是下一刻警员说 接着两人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而秀贤也实相地闭上了嘴 下一刻母亲直接抱走 他一把踮起秀贤 然后他直接摔下 下一刻他想起了什么 秀贤直接眼前一黑 他再次见到了死神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次死得这么憋屈 而死神面前的钟表也再次移动一格 短短几天他已经重生六次 死神却再次一个闪烁出现在面前 可秀贤却急着取回自己那五十亿 于是大吼 秀贤再次重生 而这次他竟直接来到大街上 他连忙找到手机 一看时间竟然还差十五分钟 他放在自动储物柜的五十亿 就要被工作人员收走 他顿时大惊 这身份都变了要是拿回来可不容易啊 可是好巧不巧他转头一看这里正好是机场 于是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直冲储物柜 好在自己的那个柜子的钱还没被拿走 秀贤终于松了一口大气 接着一转头他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下一刻他一看代言人 竟然就是自己 这一时他竟然直接成了个多精帅气的模特 与此同时记忆晶体到来 原来他附身的模特名为贱语 从小到大因为帅气就被无数男女同学喜欢 直到长大后他接下无数代言赚了很多钱 秀贤忽然觉得很满意 这一时还真不错 下一刻他跟着记忆回到家中 看到大浩斯又是一阵赞叹 而桌子上的一六名表更是让他眼缠无比 接着他看到了桌上的报纸 上一世的父母果然已经被抓捕 可惜的是自己竟然不能去警局作证 可下一刻他再次看到两条消息 尚未落网的杀人磨合一场火灾 可这些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自己担心这副躯体又会怎么死 火灾水灾还是癌症 就在这时他接到哥哥的电话 哥哥让他明天没事来咖啡店帮下忙 可是就在他忙完一转身 病入眼帘的一个人却让他瞬间呆住 虽然那个女人轻瘦了许多 可他永远记得那十年的一幕幕 我只爱你 只爱你 这里 我男朋友 有一次 他们在楼上身上的 有一个穿空之陈 他们在雨夜诀别 他就这样轻轻走来 例如十年前 可是下一刻女人却擦肩而过 是啊 他怎么还能记得自己 毕竟自己换了相吗